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 售$190 左右 最便宜是差不多这个价钱 所以我看到它有那么大一架 很重 我刚才比划过 它有2K多一点 即是大概4磅左右 不用$200 即是不用$50 又是1磅 我觉得也很划算 很胖 我知道如何选择榴莲 选择榴莲最好选择圆身的 因为它圆就证明它向旁边爆的肉出来比较肥 如果很长很尖的那些 就算它很长 肉是小粒一点的 这个圆圆的就最好了 我和有个生果店的老板很熟 他经常说留个金枕头给我 但今年应该没当做 所以我就没买到 等他有我才买他的金枕头 我自己就很喜欢吃金枕头 又多肉 这个D101 我记得好像去年买过一次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 然后就准备开了 我已经闻到很香 真的很香 买榴莲 我会拿它的底部 闻一闻它 它通常有很微的榴莲香味 再加上有点点的青味 即是它真的熟了 而且这个叮叮 你可以看到它爆了一点点烈痕 不知道看不看到呢 看到它的最短的位置 开始轻微裂开了 其实很容易开 希望我不会弄傷自己 由它的屁股 你已经看到有很少裂痕 可以轻轻插刀 轻轻插一下 在这里方便看 这样 轻开它就可以了 你见不见 已经开了一条边了 现在 其实真的不难的 不过我觉得有点危险 不好了 我还是用一个剪 好一点 慢慢开 但这个榴莲很有趣 发觉它好像有 好像有两个转 好像人一样 会有两个转 我看到一条缩 慢慢沿着那条缩 轻开它就可以了 哇 它这里写的是 红肉的101 不知道红肉是什么呢 准备开来见大家 哇 很漂亮啊 颜色 是这样的 这个已经很熟 但我还记得它很濕 很漂亮 这个样子 哇 我看到一只 这个是不是是虫 这个是虫 你看看 好害怕 明天问一下老板 不是 我觉得这只 好像是 蚂蚁来的 哎呀 再开开其他 看看 需要不需要 告诉那里 那个空调魔 不过我想 说也没用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镇定 看到那些虫也不害怕 我试过开榴莲 看到一条很大的 白色的虫 我试过一次见到 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 这只 很古怪的生物 不要理了 我先开开它 我都将这个肉拿起来 先 不要说那只 不要理那只 类似蚂 应该是蚂蚁 我看它的头都像蚂蚁 很漂亮 橙红色的这个 很漂亮 放开它 有蚂蚁那只 我都拿出来 这个榴莲 我还没买过 这种颜色 它是 有点像蛋黄颜色 哇 香得不得了 哇 想不到 都已经这么熟 这个榴莲 我流口水了 很棒 拿纸巾先 开这边 看看 不知道有多少茄子呢 哇 真是 真是 橙橙的 好像 好像美国蛋那只 这样的颜色 很漂亮 先拆它出来 哎呀 很熟 真的想不到这么熟 怎么办 先拆它出来 哇 熟得不得了 如果这一只 买回来 是 很重味 或者已经啡啡的 那些 我劝大家不要买了 中间这个是没有肉的 先拆开它 先拆开 其实又不是很多茄子 如果这样 拆开这个 我现在很期待 今年的金枕头 上年我都起码吃了四五个 就是吃到老板都认得我 我喜欢买些很小的 但是圆满的那些 那这一只 这一只D101 很小的 我先吃了这个 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甜 很普通通 我觉得这一只不是很值得吃 这一只D101 因为它的肉又少 那个壳很厚 你们看看 平时的金枕头薄很多 但是也很香 但是真的没有金枕头那么甜 肉不用说 你们都看到了 平时的金枕头呢 是很厚的 这一只 颜色就很吸引了 它的质地也很漂亮的 很滑的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底食度是很低的 因为 那个壳那么大 那些肉又那么少 我一会会试一下 它那个核大不大 但是 哎呀 而且呢 而且很软 你看软到多酸 我都不敢碰 搞到 放开先 好 我就试 给我 我已经很温柔的了 一拿上手已经不断烂了 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 看看核有多大 好不值得吃 超级大核 不过 我还试过 我记得上天吃那一只 但不是那么深色 嗯 嗯 不一样的 那呢 这个就是我和大家 揭解这个 D101 马来西亚流言的味道了 我就完全觉得一般了 170元一个 那大家 喜欢我去买 试一下的 那你刚刚我吃了那一粒了 我觉得呢 酸味太重了 反而不是很香 平时的榴莲那种浓味 它有很少的花香味 但是呢 酸味太重了 那我整个开了 我刚才吃了很小粒 都只有那么多件肉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呢 就一般的 还有螞蟻一只菜 你看看多恐怖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只一般了 好了 很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这条片 送个like 给我支持一下我 另外呢 subscribe我的频道 和share给你的朋友看 最好按下个钟仔 我一有新片 你们就可以知道了 多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